到下一套,下一套就是... 很長我的名字 日文名就是,我去漫畫店找了很久才原來是這樣讀 請說 你講日文,你喜歡嗎? 你喜歡 日文就是... 原來是人家怎樣都不喜歡 我去到漫畫店買這本,我也有點面紅,心跳 修詞,修詞,修詞 我又不是東邪西 有馬二應該不會的 沒有問題,你叫我幫忙買 首先,這套東西我是用5倍速啟的 我是正常看的 這套東西... 最初我正常看的,看了中間開始慢慢飛 飛到大概5、6集已經咳了 其實他的設定,馬校園人數算不多 物樂上算簡單 其實沒有學校都可以,告訴你這套故事 是呀,涵的東西 半涵的東西,叫做涵濕濕 大家就... 什麼素性都拿出來 例如金髮馬尾,梅屬性,黑絲襪,褲,白俠, Cosplay 你覺得這麼糟糕 根本上是齊了 現在應該說,所有屬性都分得很明顯 配角的男性,喜好的屬性都分得非常明顯 那一集我喜歡 反而那一集他講到秋葉原那集 我真的覺得看起來是個癮 去到同仁至乎 會長就是喜歡青梅竹 有一個就是人差 一個喜歡妹 一個就是雜食 主角就是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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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就是後供的,明白嗎? 主角不是的,主角喜歡黑絲 是呀,主角喜歡黑絲 主角喜歡黑絲 但其實感覺是,他將所有的AV 接近有的屬性全部都集在這套 就是像黑絲 例如金發馬尾,他會集了三個癡女在旁邊 不,不,不,不止三個,四個至五個癡女在旁邊 其實所有出場的女孩子,台裏面有名,都是癡的 我相信是,對 連那兩個配角 那兩個配角是正常人 不是的,那兩個有東西 你太偏真了,你怎麼看 你不陪促 那兩個是有東西的,那兩個是有問題的 你回去再看一次 我唯一很認真看的就是秋宇宜 因為他們很有搞笑 因為用很少可這些口供 這麼正經 用男性配角可以搞到 搞笑,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OK有趣的 因為他們說了青春期 男生會出現的事情 加上他們每個熟悉都說得很清楚 套促都說得很好 那幾個角色 我通常有幾個男角色的時候 我會飛回一些正常速度去看 我記得第二 第三集的時候 男主角跟他說 我要離開你們這個 A.C.E. 你們這班只不過是 什麼 處男 處男 罵完他們一堆之後 然後 很正常的,好方的原因是 A.V在手,世界通行 其實也不是A.V 那些買雜誌送的 那些怎麼說 即是特典 即是等於你現在買ACG的雜誌 還要那本雜誌 那些雜誌 總之 很年輕人認識 很少的事就喊打架 又很少的事又一起 只不過是因為 因為我們有共同興趣 男人的友情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想起我們十幾年前的青春 即是你十幾年前的青春 即是不關我的事 嘩,你這樣說的 其實呢 如果你說算三個女主角都好 其實我覺得 較為描繪得少 就是 黑髮、近藤 其實近藤那條線是可以玩得很多 但他經常玩來玩去 就是黑鮮物牌PL 就是玩你這件事 玩得太多 玩得不夠深 當然 三個角色中 我是較為覺得 近藤是可數性高 我常常見他 在那邊按鐘仔 按一下 男主角 在祭典的時候 除了一件衣服 我常常覺得 他那個癡女屬性 是蠻好玩的 其實可以玩得更多 但內學 他不做得更多 其實第十一 第十二集 其實他可以做得更多 這個角色 內學 他不知為何要鋪 那兩個COSMAYER 我完全覺得沒有意思 嗯 怎麼說呢 其實這套東西有很多 其實玩可堪換味 不過呢 在一地方玩得過 就算你好像說 泳衣 他都好像 那些 你跟他做肉番比較 其實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是如果他做主線 就是 妹妹 為何和阿哥 變態跟著 COSMAYER 如何檢查他阿哥 一起生活 那些小資訊 是的 但很可惜 通常來說 又變成泳衣褲 有什麼賣肉 那些 發現沒有什麼特色 他這套東西賣肉算 那些作畫的樣子 說真的 這套東西其實 好老實說 其實你是真的看 叫做什麼 就是 通常 你說這些所謂的 肉番 就是後宮番 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 有一個很被動的 我不管男角 還是女角 都好 他有一個很主動的 但他這套 特例上就是 他們全部都是變態 即使男主角都很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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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們是 即使他們 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是意識不到這些 他們是 深知自己就是一個 死變態 尤其是男主角經常喜歡 看人家 即使他 我可以這樣說 即使他 是一個變態 他是一個很完整的變態 即使他在每一個 細節 或是走過樓梯 他都會去想 那些死變態的事 即使他用哪個角度 去看到人家的內褲 即使他任何事 即使這個角色 即使這個角色 即使這套是肉片 但他在這個角色的 塑造上 他是做到一個完整的角色出來 我唯一欣賞的就是這件事 That's all 男主角是 但是女主角 我覺得阿妹 看起來就有些奇怪 因為起初他說 他是黏暖的哥哥 但是說那一下 就開始他很喜歡 那些變態的事 感覺上就 他越來越變態 即是他越到後期 是越來越怪的 即是你感覺上 即是不適合他那個 角色的 他妹妹的問題 怎樣說呢 其實我看到第五、六集之後 其實我反而發覺 喜歡到 雙話 那些人反而 風頭會過了他 因為妹妹行動上 沒有改變過 即是思想上 也沒有改變過 但如果你說行動力 其實另外兩位 見過他很多 應該這樣說 即是表現上 你會吸引到你 那你可能覺得妹妹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看 金法這位 和妹妹 撞了行動 因為他們兩個的行動 一個在家裡做 一個在外面做 他們的行動模式是一致的 其實是 所以令到 為什麼你會覺得 詩密那個 忘記叫什麼名字 阿金騰 為什麼會這麼出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 本來 三人份的氣氛 變成了兩人份 而那兩人份 其中一份 就是妹妹和金法這位 因為他們是做同一份 因為他們是做同一份 而另外一半 就是 為什麼會令到近藤的劇情 因為 他是做另外一個 情節的事情 和他們的 沒有重複 角色的 氣氛 沒有重複 所以你會令到 他覺得 這一部份 是多了 為什麼這麼理性分析 算吧 不過頭九集 我也想揹 我覺得頭九集 如果他的AGE探險隊 如果其中那些男主角 可以混在這堆女角 沒有可能的事 沒有可能的事 後宮不可以跟他們分享 如果你說這些 我可以做得到 其實故事可以再延長 就不用第十、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但那兩個神神怪怪的 兩個人進來 是沒什麼意思的 那幾集是完全裂開 沒有用的 一直以來後宮片裏 女角都喜歡跟男主角交流 跟男主角交流 幾乎是沒有的 還是講完 這條屬性我講 我講的 故事變得很突銀 還有最後那幾集是 不好看的 我坦白說 不好看的 而且搞得很神神化化的 因為他最後可以叫做什麼呢 他要收尾 他要有個總結的事 但他總結的事 我想很多這些作品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想用一個叫做什麼呢 有些收尾、完美結局 有些劇情 我可以這樣說 想用一些有些劇情向的東西 去收尾這個尾 但你明白 這套不是劇情向的東西 那些體育藩 應該說 那些瘋狂的角色 你不可以突然要他們正常 或者做一些感情戲出來 他們是做不到這個 而且也不是你衣套作品的風格 你可以炒、炒、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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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完、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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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這樣完 其實 你還可以 衰點說 我可以留條尾 可以做衣櫃 其實 正如我覺得 好像 超原理三姊妹 她都是變態 她是變態到尾 是 沒有問題的 那 她不會 中間 當然你說超原理三姊妹 她有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 她可以玩親情的東西 她玩一點 她可以用親情的東西 就變成劇情向一點 但是 連這套 我不覺得 哥哥和妹妹是有親情的交流 從第一集開始到最後 感覺上 雖然 其實我覺得 可以瘋到尾 怕是 不要用這些 強行拉一些外線劇情走進來 感覺上 大家都看得不舒服 會的 會的 不過 你說 以今季來說 算了 有頭有腦 沒有什麼特別 我實際上說 這套 裡面 不要再 你要集中看的 是 角色的 色情笑話 不是 角色的性格 其實是 他色情不色 是 另一個問題 當然 你接受不了這麼變態的東西 當然是另一回事 真的 因為他們玩都玩得很瘋 所以其實 我也是非不會出來看的 是啊 不過我看你們動漫無雙的鋪 好像都 很多人投票 也不少 這套真的不是特別好看的 想看變態的 不要看這套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那我們去下一套